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趕快訂閱趕快訂閱 小金井公園 位於西東京的近郊 距離行速約40分鐘 是一個佔地廣闊的公園 面積約80公頃 是上野公園的1.4倍大 也是都立公園中最大規模的公園 遇見白色彩犬 這裡春天是賞鷹聖地 也是秋天的賞風聖地 江戶東京建築園 位在小金井公園內 門票一人400單 裡頭保存東京都內30棟 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 從江戶到昭和時期的民餐農家 官員住所 還有昭和時期的商店街 彷彿穿梭在400年間不同時期的時光 我們要去旅行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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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智神宫》是位在日本东京都涉谷区的神社 供奉着1867年至1912年在位的明治天皇与皇后的陵位 拥有佔立70万平方公尺的超大绿地 可说是东京的绿洲森林 让匆忙的都市人暂时放慢脚步沉淀心灵 遇见可爱的黑色柴犬 回到原宿车站准备往下一个行程前进 今天使用东京地铁三日券 真的好省钱又方便 才出地铁站妈妈就喊着肚子饿 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拉面店 道地的日本拉面真的好咸哦 还是池袋的无敌家拉面店好吃 阿美恒丁是二战后新起的商店街 整个商圈相当热闹是走平价路线 贩卖的商品多到包罗万象任群挑选 愁美食小吃摊 药妆店球鞋服饰应有尽有 每年的六本木圣诞市集都是如此热闹 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圣诞市集 从六本木车站一路走到超浪漫的东京中城圣诞点的 沿途都是灯饰点料着橘木板超美的 是冬天圣诞节前夕来到东京不可错过的夜间活动 是冬天圣诞点的 希望疫情赶快区换 可以再去东京自在旅行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始小铃铛哦 欢迎订阅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